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无关乎年龄的大小 他在无锡的讲座也激情肆意充满活力 潘志涛1944年生人 著名舞蹈教育家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培养了一大批当代的中国著名舞蹈家编导 上世纪80年代 在北京舞蹈学院创建中国民间舞系 并担任首届系主任 他在CCTV舞蹈大赛上 绘声绘色的专家点评 给人印象深刻 潘志涛撰略 已入选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 方老师您的母亲是无锡人 我母亲是在无锡忘庭 以前忘庭是无锡管辖的 可惜我母亲早早的就没了 就先是我在上北京舞蹈学校的时候 就是在电线杆子上看的 有一个招生的简章 我们那个时候考一个中学不容易 所以我母亲就说 你要如果考不上的话 我这有根棍 有个篮子 那你就看着办吧 然后结果一看电线杆子上 有北京的一个学校 至于他干嘛的 我不知道 反正是上北京能见到毛主席 就去考去了 那当年到北京去赶考 您还记得这个细节是母亲陪着您去的 哪有现在那个孩子们这么幸福 就是大概给了一毛钱 还是给了五毛钱这样 自个就去报名家 当时12岁的小朋友都考些什么呢 那个时候就说你会什么 那广播体操算不算 广播体操也行就做吧 我就做了一个扩须运动 大概做的有节奏感 动作的幅度也比较大 眼睛那时候还比较比现在要水灵 要亮它 就这么考上 当然也搬了搬腿 看你的软开度啊什么这些 不像现在要考 那就不得了了 现在量尺寸啊 那您说这种量的更好呢 还是那种老师从总体上 感觉上去判断的更好 见仁见智更不同 以我的观点来看 我喜欢就是 首先那个感觉要好 现在的跳舞有问题 差不多都要选择一米七零以上的 我觉得这个观念就不大对 就是走市场走坏 他就不想这个艺术本身 他不是在身材上的主要 身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心灵 是表现力 是有人物 你看这个武性很强 来什么他就 就有鼓的味道 我要的是这个 当年老师考官看重 可能是您身上的这点 我估计我当时 不是很傻的一个孩子 比较零的那种 我一进学校没多久 就当主要演员 所以我才能够留校 您后来留校了之后 一直好像对民间舞 民主民间舞特别的在意留意 我那一毕业以后 就觉得我是一块 跳民间舞的料 民间舞要包括 56个民主 最第一个人的跳 能够翻到舞台上跳的 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戴爱莲 我们的戴校长 他把老百姓跳的这些舞 把它艺术化 变成一台舞蹈 这是在中国第一个 做成这样的事情 这是不是触发了您当时要 去更广阔的吸收一些中国民间舞 民族舞的一些精髓的东西 这个冥冥当中 当然是这个戴先生 引导我们做的这些事 但是我的具体的老师 都是贾族光老师 还有就是民族民间的这些艺人们 方老师当年去了解这种民族民间舞 采风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 可以这样说就是影响我做人做事都跟我这个下道民间去学习 跟老百姓采风才影响了我的人生观的转变 我第一次去印象很深的是到陕北 我们一般都是春节前后 春节的时候你看不见草也看不见树 可是你一看老百姓他们扭扬扭 老百姓开始庆祝他的节日的时候 欢天喜地 闭着眼睛的吹 十几个索拿在那里 这吹 老百姓是甭管什么好看的东西 往身上一围一围 就忘情地在那地方 那就飘 你会看到他们你自己热泪盈眶 你就记得这些人 有这么大的火力 这么大的生命强度 潘老师跟他们学过舞步吗 不只学舞步的 甚至他们的生活习惯都得一学 有一个叫溜溜蛋 溜溜蛋的叫踢场子 其实农村的那些跳舞 他也没有像现在要练芭蕾舞 你才能够 就武术的这几下子 一大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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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零光零光 你就学这 动一脚 但是你在这个里头 你都看到一种民族精神 看到中国身体的一种动态 我去广东 那广东是打音歌的好地方 学梁山好汉的这些东西 在广东的潮州地区流行 那你就可以从他的身上感觉到 他这是从中原文化 移到潮州这地方来 他不是仅仅你在那地方动而已 你动的当中的背后 动的当中的心中 他都有深深的 中国人的自己的 这种丰富的思想感情在里头 有丰富的文化被涵在里头 就为主吧 我去了三个月 到了那个地方 只要这个铁鼓一打 手鼓一打 多少里以外都能够听得见 还有他那个手鼓 拿着这个小鼓在那地方 喊 好知道有吃有喝的了 大家全都多少元都来了 跳起来 反正是又唱又跳 你就融入在这个里头 他们的所谓 麦西赖歌舞晚会 除了这个跳跳舞 唱唱歌 几个乐谱 几个他的舞步之外 我们还得知道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高兴 才能够让我在课堂上 在舞台上 脚笔准确的贴近 表现他们 就是您更关注舞蹈背后的一些情感元素的传递 舞蹈绝对不是在那耍 不是仅仅有那么一点 你的技术 腿扳多高 皮擦皮多好 是他文化的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传递的可能是不用语言 不用文字的那一点韵味 潘老师您这个挑 有时候看小的舞蹈演员 您有时候一眼就能看中 当中某一个具有某些前置 您看中过好些个这些人 包括在我们无戏也看中过 您是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这个东西有冥冥当中的一种东西 你比方说 我举个普通的例子 所谓的某女郎 张子怡是我先发现的 还有这段典故 张子怡是我们腹中的孩子 他要是跳舞的话 不是最优秀的 我当时看到的就是张子怡在台上 他能吸引观众 你别看他小 但是他在舞蹈的练习当中 他有那么多次镜头 就是我不拿下 我绝不罢休的那一镜 所以把他放到桃李杯里头参加比赛的时候 虽然他不是最好的成绩 他也是优秀 其他的孩子也是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发现他有不同的可能性和潜质 我作为一个老师来说 我到现在如果要给大家讲一点我的经验 我说你最好能够看出别人的长处 和别人与众不同的那一点 我觉得这个作品的推荐人潘老师 没错 这个特别有缘分 我自己跟广东 有不可分割的一个缘分在那里头 66年67年的时候 我就到广州去找我现在的这个老伴 那时候他在西呼噜流水井那地方 广州市最早的歌舞团 他也就是第一个广州的白毛 就是白毛女里头的白毛 我那个老伴叫许文怡 相当漂亮 那你看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是吧 我对广州的熟悉 也就是说通过你们的身上 让我回忆到多少年 你们一个百年老校 还能够聚集起这么多校友来 让我真是感慨万千 最重要的是你们今天的这个舞蹈节目 哪看得见 思思说时间到哪里去了 在你们身上定格了 你们还是那么活泼 那么有生命力 那么有生气勃勃 现在孩子们都在那地方 玩各种各样的照相 美拍啊 神器啊 什么这些啊 我们思思说45度角 他们不管在哪个角度 都拍得非常好看啊 你们拍的都是好人好事 新人新事 从双胞胎开始 一直到志愿者 一直到社会上 所有你们觉得好的现象 都在你们的声音 机里头留下了你们的歉意 我觉得你们是一股力量 就是无论是年轻的时候 还是到现在 你们都给了我们一个正能量 鼓励我们 鼓舞我们 而且让我们联想了很多 谢谢你们 一定给我们多一票 一定要给我们有一票 谢谢大家 谢谢 盘老师什么时候发现自己 从一个专业的舞者 逐渐逐渐转变为一个专业的评论员 舞蹈的评论家 不能说是评论家 我觉得这走到现在为止 也是一个业余 可是我如果说能够跟大家不同 就是因为我结合了 我自己舞蹈的优势 就是我能够没非色舞的说 而且我能够连锁带笔矿 我是动情 而且还动身体 大家能理解 我不会说 这怎么这么不稳重 不会 因为它是舞蹈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 我的态度白正 我就会说 刚才那个地方 你看到它特别好的地方在哪 我告诉你 那脚背得看 你看什么叫脚背 就是脚的那个蹦上以后 有一个弧度 如果说没弧度 勾了八几的 快了八几的 没样的 那个舞蹈的架势 就是它练功练得不够 我这一说 大家都明白了 怎么升职 怎么延长 怎么有感觉 一阳顿错在什么地方 它这一阳顿错 表达了什么情绪 通过我的这样的朋友般的介绍 人家又能够接受 而且还能够觉得 你跟他是在一个平等的状态当中在聆听 你别怕把自己当的是一个老师 老再教训人 人家就不爱接受 是吧 当着朋友 人家就接受 点凭人家 我也是尽可能去看 人家的能够点到的光彩和那个亮度 而不是点出说 你看他又失误了 你看他又出毛病了 我不打来说这个 甚至我明明看出 他有很多我不同意的地方 我会有建议 您的这种合理度 可能更多的还是来源于当年 您对民族的这种深入的了解 和这种情感的体验 这个角度出发 说得好 你懂我 其实老百姓 都是在欢愉的过程当中 完成了这些我们看到的东西 民族民间的本身 是源自于守之物 主之导致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因此我们的授课 我们的舞台 应该多给的是一个正能量 所以你说 我对那个是有兴趣的 当然首先是兴趣 接下来是一种担当 是一种责任感 也是你深切地感到有一种热爱 如果心里有爱 他的言语就会传递真情 他的举止就会充满热情 潘直涛一生 为中国民族民间舞 走南闯北 轻力推动 这出自一种信仰 还有就是 无私的奉献 这样的生命态度 值得敬重 也会激励着后人们 踏步前行 谢谢大家 我会认为 刘安